当韩国女性口律与外国男性再婚时 她们最偏后的国籍是哪里呢? 根据统计数据 直至200年代初 日本男性的人气非常高 但是近几年 越南男性已成为她们首选的再婚伴侣了 根据韩国统计厅在5号发布的微数据分析 2022年 韩国女性与外籍男性再婚时 越南男性以556人占据了首位 其次是中国 美国排在第三 菲律宾位于第四 而日本则是第五 从199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 直到2003年 韩国女性在国际再婚市场中 最常选择的外籍男性国籍是地理上交近的日本 以2003年为例 日本男性达到1158人 其次是中国人 美国则有227人 而越南仅有5人 但是随着2004年 引进外籍劳工就业许可制度和中韩关系的加深 中国男性的数量急增至2787人 远超过1624人的日本 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再婚伴侣 但当时越南男性的数量仍然很少 只有两个人 但是到了2005年 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3人 并最终在2022年首次登上了首位 所以韩国女性选择越南男性再婚的现象 为什么如此增长呢 其实主要理由是这样的 在2022年 选择与越南男性再婚的韩国女性中 大多数是源继为越南的女性 具体来说 在556名与越南男性再婚的韩国女性中 有428名是已经规划为韩国国籍的人 在这428名规划韩国人中 除去两名原籍无法确定的案例之外 其余480名女性都来自越南 这一数据让统计厅的相关人士推测 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持韩国国籍嫁给韩国男性后 规划成韩国人的越南女性 在离婚之后 选择与越南男性再婚的案例变很多了 自200年开始在韩国内出现了77名与越南女性进行结婚登记的韩国男性 到了2006年 这一数字达到了高峰 有1万年128名越南女性嫁给了韩国男性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越南系教授分析指出 从越南嫁到韩国后规划并离婚的女性 往往不愿意回越南生活 与此同时 希望在韩国定居的越南劳工男性也在增加 这两种需求的匹配 促使从越南规划的韩国女性 与越南男性之间的再婚案例的增加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 这可能也存在以获得韩国国籍为目的的伪装婚姻 一位移民相关公司的人士透露 最近有不少再婚案例其实接近于犯罪行为 这些案例的典型手法包括 越南女性先与越南男性订婚 然后与韩国男性进行伪装婚姻 以获得韩国国籍 接着离婚 之后将他原本的越南男性伴侣 召唤至韩国进行再婚 使得该男性也能够获得韩国国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要结婚了就给他们国籍 应该至少观察十年 是否生活良好后再给国籍 老男人们以这种激辛的方式 勾买女性结婚开始就是个问题 说实话老头子找年轻女生结婚 那些女生会因为喜欢老头子而选择和他们生活吗 老头子是会喜欢年轻女生在身边 但那些女生得待在乡下 和老头子一起生活真的好吗 任何人都能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就那么想结婚吗 我在飞机上偶然遇到了一位 拥有韩国国籍的越南人 他说再获得韩国国籍离婚两年后 他的越南男友也能获得韩国国籍 因此也可以加入韩国健保 能让在越南的父母进行健康检查 并在生病时能在韩国接受便宜的医疗治疗 这似乎是最近的一种趋势 所以一旦获得国籍 就会通过转婚再婚 两个人都获得韩国国籍 不过也有这样的反应 考虑到出生率低 即使是透过这种方式增加人口 这不也是好事吗 想想过去移民美国的侨民就知道了 虽然现在韩国也成为了富裕的国家 但回国的情况几乎没有 到了第二代第三代 学业混合 对于自己是韩国人的认知也没有 只知道祖先中有韩国人而已 而且到了第三代 韩语几乎也完全不会 所以对于以获得身份为目的 与韩国人结婚后再离婚 并与本国人结婚的现象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